我有一次出這個日本的一個外景 因為我們去過常常出外景 出外景 常常會住很多飯店 有一次住了一個很高級的飯店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那個太舒服了你知道嗎 哇 真的是讓我覺得 哇 躺下去就覺得就是 升天了 俺升天了 我跟你講 真的很舒服 好的床墊讓你升天躺 不好的真的是住套房 讓你整天都睡不好 然後你的脊椎又更痛 腰痠背痛 睡下去完全沒有負擔 覺得整個人輕飄飄的 我跟你講 我想跟他罵 結果他日本人說 他們沒有在賣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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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跟你講 黃天不復苦心人 翻個老半天 想不到他有一個牌子 立在那個地方 因為日本人他會覺得 以以為要這個東西 他是說他是用這個牌子的床墊 那個床墊真的是非常厲害 回來之後趕快去辦公 有嗎 台灣有賣嗎 被我找到 真的喔 你們今天有機會知道 我特別把我家那個 那床搬過來 真的假的 搬床 我們兩個 我講那麼多 我跟妳講那麼多 讓你們來睡看看 躺看看 妳體驗一下 這個床看起來有點蹊蹺 是這個墊子對不對 就是這個墊子 是墊子而已 就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墊子厲害 這個墊子的話 你家有任何的這個躺床床 你只要放上這個墊子的話 立刻升級 就好像你從經濟艙升級到商務艙 然後偷的藏一樣 真的啦 所以現在不管它是獨立桶的 或者是 都可以 都可以 網路全都可以 你就把只要大小 你去找 符合著 擺上去的話 你躺上去 我跟你講 舒舒服服 一覺到天明 鋸子纖維 它這裡面其實90%都是空氣 好特別 所以說你躺下去的話 真的是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也不會太軟 也不會太硬 這很奇妙欸 這算是他們研發的 非常厲害的一個轉捏 我跟妳講 一算床墊都是這個東西 很軟 對 床墊裡面都是這個東西 厲不厲害 誠哥你可以躺看看啊 對啊 你這個可以躺看看 很放鬆 會讓你 這是運動員在躺的 真的很放鬆 會讓你一整天的疲勞 都 整個都 都釋放出來 如果有 如果那個胃食道逆流的人 盡量往我靠左睡 是喔 因為靠左睡胃酸 比較不會容易出來 而且真的很棒 這個地方 側睡通常這個距離 他都要被支撐住的你知道嗎 他其實不頂高 他竟然撐得住 真的喔 而且誠哥 如果你跟你老婆睡覺的話 如果你是屬於淺眠型的話 有常常會有的人一起來的話 一翻身你就知道 他這個完完全全的話 會讓你沒有感覺 怎麼可能 支撐喔 我覺得一個床墊的支撐度很重要 提升的睡眠品質的原理是什麼 真的有那麼神奇嗎 我們人生一輩子差不多 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 花在床上面 對 我們常常說睡好好是要 為什麼 你氣溫 溫度 你的情緒狀況等等 包括你睡覺的那一個寢聚 真的很重要 不管是你這樣陽躺或是側躺 你一定會翻動 確實你在翻動的時候 如果有些人 他在睡覺的時候 姿勢一翻動 結果可能因為這樣就醒來 再睡就不好睡 所以如果你有適當的一種 寢聚這種像床墊 他在睡覺的時候 他能夠讓你很均勻的分散 他的重量壓力分佈 甚至躺了的時候 腰部也能夠被撐住的話 那真的是很重要 他這樣子就可以 比較很容易進入到這種 我們常常講 睡眠好不好的一個重要指標 能不能達到 那深層睡眠確實像這種 剛剛我們提到那個重點 它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知道睡覺的時候 我們人的體溫會再調整的 比如說一般來講 我們可能再睡成一點 你的體溫有點散失 那這時候床墊的品質就很重要 這床會不會呼吸 它可不可以透氣 那這透氣就不會讓你身體的 那個熱 如果你今天躺的床 它是很悶的 它不會呼吸的 比如說你會因為體溫的變化 你真的會醒來 對 如果像我們是有伴侶 有太太的 可能一些姿勢等等 把她吵得睡不好 所以這個睡好覺 不是一個人造福 是兩個人都對我夫妻被照顧不到